在山頂道75號鄰近歌庫山里附近的路口 有一座中國風格的牌樓 橫額上面寫著Hotong Gardens 這裡就是著名的河東家族祖屋 話說在殖民地時代早期 華人地位卑微 洋人流年的木球會 門外寫著華人語犬不准來進 法律明文規定半山區不准華人居住 縱使你是要錢萬貫也不能夠行臉 河東就是第一個例外 河東的父親其實是西人 為何他自己和香港社會都當他是華人 為何這個華人 可以在殖民地時代取得這麼尊貴的地位 而他和他的家族又如何見證了香港 乃至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 作詞文字幕提供 作詞文字幕提供